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会发生在人类进入21世纪20多年后的今天 难民也是人 不是杀丁鱼罐头 难民不是罪犯 不应该被立陶宛强制关押在集装箱 更不应该受到立陶宛军警核枪实弹的威胁 有美媒报道称 在2639名非白俄罗斯籍的庇护申请中 仅有10人获批 立陶宛移民部门负责人曾半开玩笑地承认 立陶宛确实十分仇外 立陶宛当局批准给予庇护的难民中多数为外国异见人士 立陶宛宪宪法法院前任院长称 立陶宛当局大规模拘留难民 以及对其诉讼权的限制 涉嫌违反立陶宛宪宪法和欧洲人权公约 当前 立陶宛边境地区数千难民的人道主义状况堪忧 但美国等以人权未是自居的国家 完全漠视立陶宛边境地区难民基本人权遭到严重侵犯的事实 各种原因再也清楚不过 这些难民大多来自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等国 他们背井离乡正式 把这些天天把保护人权挂在嘴边上的国家所赐 我们不禁要问人权何在 人道何在 我们强烈呼吁立陶宛政府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难民的人权和各项基本权利